欧洲消费者联盟BUC日前向欧盟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 指控多家全球知名游戏公司利用虚拟货币系统 可以诱导消费者,尤其是儿童,无意中花费过多 这些公司包括动视暴雪,EA, Ubisoft, Epic Games,Moyang Studios, Roblox和 Supercell等 他们设计的虚拟货币如宝石、硬币或点数 模糊了玩家对实际金钱价值的感知 让他们在游戏中容易陷入过度消费 BUC的报告显示,这些虚拟货币系统通过使玩家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货币的价值 特别影响了儿童的购买行为 由于儿童的金融知识有限 他们更容易受到这种设计手法的操控 无意识地进行超额花费 该联盟指出,这些策略刻意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弱点 尤其是针对年轻玩家,让他们在游戏内花费更多钱 报告显示,我周一至14岁的儿童中,有84%是游戏玩家 前每月平均在游戏内购买道具花费约39欧元 这使得游戏内购买成为一项不小的负担 BUC呼吁,游戏公司应在游戏内明确显示物品的实际货币价格 避免使用虚拟货币进行模糊处理 并要求电玩世界中的消费行为应遵循现实世界的消费法则 BUC总干事的Garsenvina强调 企业不应利用儿童的脆弱性来获取利润 因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且透明的购物环境 并确保不会让儿童因虚拟货币的设计陷入不必要的经济压力 他们呼吁相关监管机构采取措施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特别是在游戏行业中加强对儿童消费的监管与保护 大家对游戏花钱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W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